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开始自己学习 后来又在网上找了一位汉语老师帮助我 我考过了HSK四级考试以后 就想来中国继续学习 到了中国以后 我先在北京学习汉语 后来找到了上海的工作 就来上海生活了 三年了 我越来越了解中国文化 也交了很多中国朋友 我想明年去广东工作 广东是个暖和的地方 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我应该会很快乐 我们也在北京 kom平时 在北京 碴 中